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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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徐司介绍做去皮绿豆熔盛 100克去皮绿豆 冲洗四次 放入800ml水后水 水要浸过的豆面很多 盖面浸过东西大约15个小时左右 我昨晚已经做了一份 淋出现在浸过的水 冲洗几次 然后浸水20分钟 20分钟后 将豆放入蒸碟里 这个椰奶 放入60克 90克奶 拌匀 小麦粉 蒸汁 要放一口水 放到蒸架上 摆入蒸豆碟 蓋上热蓋 开大火煮滚 現在我看到水滾了, 調到中火 煮至蒸水豆起硬和有少許乾身 我大約要17分鐘 接著關火, 在熱爐上坐30分鐘 今天我要蒸20分鐘, 它才起硬 焗了30分鐘之後, 現在拿出來 找一個玻璃杯, 是平底的 用來壓爛它 現在看到那些豆蓉爛了 加入50克糖, 大家甜味不同, 要試味 1.4茶匙鹽 20克牛油, 拌勻 把豆蓉放進一個鍋子裡 放在上面 開中火 慢慢炒五分鐘, 要不停的 現在你聽到有些聲音 你調小一點點火 繼續來炒它, 大約10分鐘 現在你炒它的時候, 覺得它很重來推它的話 你就可以關火 大家火力不同, 如果看到它焦 你就要調小一點火來炒它 一定要炒到它乾身 就離火了 放入三滴雲呢拿香液 拌勻 熔了冰的餡料 要像剛才我炒法一樣 令到餡料乾身 我將會做冰皮月餅 需要這個餡料, 請預備 多謝收看, 希望你喜歡吃 下次再見 在那邊